卧槽 感觉这样必须得加菜了你知道吗 得加肉菜 很多人说逢良话 说这个料子你既然看着它品质高 又能涨 你为什么要卖给别人 我这里告诉你一事 第一 料子给同行 我无所谓 就是说垃圾料子好料子给同行 你爱买不买 因为什么呢 同行它是唯利是图的 它看得到价 正好有顾客需要才在帮你卖 或是直播间 那无所谓的事 但是你给资格的顾客 必须你要帮他延选 然后要是有空间的 而且就是说风险性要小的 要有博掌空间的 为什么 因为顾客是跟着我人走的 跟着我家公司走的 如果是说我把顾客得罪了 或者是说给的东西 开出来每次都不理想 风险性很大的话 那顾客他不傻 他也不跟着我人走了 所以说对于同行 我没有什么情面可讲 无所谓 你凭你资格眼光选的完了 但是给予顾客的话 我基本上都是很负责任的 去选些料子 然后要求性价比高 要求风险性小 要求空间大 所以我才给 像这个木娜 来 接他过来 330克的木娜 可以看一下 熟透了拖杀的位置 看了吗 肉质漆黑漆黑的 再看这边 对吧 然后压登给你们看一下 看到这个荧光阔位了吗 这个总已经不需要剥了 你像这种料子 总棉底裂柳 你只需要剥个棉了 总能确定了 然后品项确定了 入手有性价比 你只需要剥个棉 剥个棉的就是不纯度 如果他纯度高的话 这个料子就是翻倍 如果说他不纯的话 入手价合适 一点风险也没有 或者说风险性很小 不服气的话 现在打开给你们看 美的要死的一个东西 现在看看 干成这样 必须得加菜了 你知道吗 得加肉菜 来来来来 给你们看一下 孜然光 肉质漆黑 胶块 漂亮吧 看着大床 压登 看一下 木纳的 能出现这种荧光 这种杠位 这个料子 开成这个样 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告诉你 它是个玻璃 实际你要做剑的话 把它打到 0.8的厚度的话 它百分之百是清晰透自的 但是实际上 它还倒不了玻璃 这只能说是个玻璃底 其实就是个高明夹 荧光 杠位 纯度都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料子呢 一个大件的话 大约是能打到25左右 然后一个小件的话 大约能打到15左右 边边就要能处点小东西吧 涨没涨 你们自个看 美不美 你们自个看 我多了不介绍 自然光视频 压登视频 自个对比 自个欣赏 看看什么叫好东西 飞驰出品 逼迷精品 喜欢飞驰的 双击加关注 爱你们